各位同仁媒体朋友各位请市部长答讯好吗 是请市部长 丁文早 市部长早 市部长昨天本系也参加了总统府的这个晚上的这个会议啊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决策过程我都看在眼里面啊 确实我们也觉得我们在立法院啊 多少次啊强力的表达这个意见啊 当我们也看到你强力的这个为您的这个政策啊在护航啊 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大选完到现在啊 这个政府很多的所谓改革方案啊 基本上不成熟啊 不能够先行访查接受这个民意啊 那提出的计划政府内部甚至各部会啊 都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都有都没有共识啊 那这个这个这个政策就这样提出来啊 结果又改来改去 感觉起来啊 政府整个就感觉到这段时间就是内耗啊 就是空转就是扰民啊 大家的感受是这样的情形 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你昨天我看到每一个官员都比你大 都至少不比你小了啊 这种情形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决策 你怎么看 政府这个决策 这把火 现在都讲高层灭火嘛 对不对 这把火我想请问到底什么烧起来的 是台电还是你经济部还是行政院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当然整个是电价 电价跟台电公司当然有关系 它的背景还是来来自于国际 燃料价格高涨之后 台电经营上发生很多的困难 这边呢必须要去做相关的处理 另外我们希望做节能减碳的工作 所以几个原因加在一起的话 经济部就跟院里呢 做出几次的报告 自从这边开始的 做个报告一下 所以院里面也都充分的知道 你的这个政策 我们在过程里面 有几次的报告跟讨论 的确是有 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没有接纳我们民意吗 像刚才好多委员在我前面发言的 我们包括我们本席 都曾经针究这个问题 在立法院咨询多少次 那为什么在我们咨询的过程中 照道理来讲 我们才是监督你们的机关呢 你们应该是对我们负责的 是的 对不对 结果我们讲没有效 到总统府一讲 这就就就就就 我跟委员报告 就有效了 就说委员的建议 昨天委员在场 我们都把委员的建议呢 有做个整理 给大家去做讨论 也知道 所以呢 我们是有充分的 在看委员的意见 才提出我们的一些修正的看法 在那边 是中间过程 的确有把委员的意见 充分充分的在讨论 而这意见 也曾经到 分段的涨价 然后对于基本民生用电 不要涨 你把我们的意见也放进去了 尸体 其实放进去了 可是我总觉得 在这样子的这个决策过程里面 这个 你认为到底是决策是 这样子是由下而上呢 还是由上而下 我没办法简单的回应是 由下而上 或是由上而下 但是我刚刚提到 最开始的时候 是我们在看整个 国内的节能减碳 跟台电公司的一些状况之后 我们去跟约理做报告 从这边开始的 现在我 这个市部长 我现在所担心的是 真的 这个 在这一波民怨的 这个高涨的过程里面 你夹在中间 你也可以说决策是由下而上 那决策也可以说由上而下 你夹在中间 两面为难 结果变成你变成出气筒了 变成带罪羔羊了 那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很担心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基本上 我们应该把客观的事实 跟做决策的长官做说明 所以刚刚讲过 包括我们电力配比的问题 能源结构的问题 能量价格高涨的问题 对 可是部长你在这边 你疏忽了一点 大概都说过说明 你疏忽了一点 是的 请说 就是民怨的强大不满 主要就是认为说 你电价 涨价 就变成直接全民买单 可是问题是 你在台电的绩效改革方面 你在这方面盯了多少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台电的经营改善的这个工作 的确是这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因素 那么台电的经营改善的工作 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目前可以来做 行政部门就可以赶快处理的 你又不可能制度性要稍微研究一下 花一点时间来处理的 像昨天我在现场看整个决策的过程 我自己也是政治学的学者 看这个整个过程 我是觉得真的 我们要成立一个独立超然公正客观专业的 这个独占事业 这种公用试用费率的审议委员会 是刻不容缓 我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在行政主机处下面的 公用试业费率审议委员会 都是各部会的次长 在这边参与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我跟委员报告两点 以经济部主管的这些油电水来看的话 那么呢 油本身不算是公用事业 我就不讨论了 那么另外在自来水法里面 它有一个条文 要做任何价格 要成立评价委员会 这是依法的 这第二个报告 所以说既然自来水法里面 也有成立评价委员会 在我们的电业法里面 也有成立所谓审议委员会 目前没有 所以我们建议修法 那就应该 我认为啊 我们准备修法 这个修法就不能够只是放在经济部 或放在台队 我想这边到立法院 应该放在行政院 这立法院可以讨论啊 因为这个公用事业 你既然是国营事业是独占的公用事业啊 这个费率 不能够说账就账 说调就调 今后应该要建立一个 就是独立超人客观 而且这个应该包括 这个学者专家 消费者保护团体 包括会计师工会 包括律师工会 这些相关的人 这个专家代表 基本概念我们是支持 所以刚才提过 我们在做改革的时候 有注意到这一块 所以经济部内部讨论过 我们会提案修改电业法 在里面放入电费的费率 省议委员会这么个架构 那他依法可以来处理 这北溪啊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提案啊 这个等一下 我们也是跨党派的这个签署 当然跟我们报告是说 像这个委员会 到底是要在经济部 比照能源的 再生能源的费率省议委员会 还是拉到行建 往这边讨论空间 我们会成功立法院的执掌 这个保护整个的 这个国人的这个整体的 用费率的这些消费者的保护 再加上提升 国人事业的绩效方面来讲啊 就不能够只在经济部 因为这个也要让行政院 这个消保处 当然就是看怎么处理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比如像再生能源 有个省议委员会 那是依据再生能源条例来的 这放在经济部 所以说要专业 所以说我们更需要提升它的层级 提升它的位置 但是假如是走向个别法 比如自来水法 有个省议委员会 因为我们已经有个提案 我们希望 在生能源 我们希望部长 你能够尊重 好不好 我给我特了解 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政府 很多这些政策提出来 不管是这个证索税 12年国教 或是这个健保费的补充 这个费率 很多问题都是变来变去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 这段期间真的是内耗空转 扰民 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总希望经济部 能够多做一些建设性的这个事情 在我们也看到 也有一些正面的好消息了 请教一下这个部长 江城八次会 马上在六月初 就要召开 那其中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跟两岸互设 这个办事处 是很重要的 这个议题的这个重点 甚至包括海关的合作协议 可不可以请部长你讲一下 这就是这三项 如果签署能够成功的话 对我们台商的保障 对台湾的经济 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我报告三个 第一个有关 两岸经贸团体负责办事处 不是那个两会 不是 是两岸经贸团体负责办事处 这个基本上 双边的法制都已经完成了 经济部也受理了 外贸学会 以台湾贸易中心的名义 到大陆去登陆 目前正在跟对岸 办手续之中 这部分是确定的 那对岸 有个相对应的团体会过来 这已经确定下来了 应该很短的时间 就会挂牌 这第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 多短时间内会挂牌 因为目前在走行政程序 因为不但我们应准 他到对岸区也要申请 如果六月盘定的话 七月可以挂牌吗 我想应该六七月 不会拖到那么长的时间了 那这个我没办法完全保住 因为对岸通过以后 更短的时间内就会挂牌了 因为刚刚提过 因为对岸的那个法制 目必到七月就可以挂牌了 我们的法制完成 对岸法制也完成了 那么这要看一个适当的 他成绩怎么做 我没办法给我一个说明 但是国内哪个单位去 经济部已经核定了 就跟他报告 这第一个报告 第二个目前已经确定了 八次加征会 外贸协会嘛 外贸协会就是 他用台湾贸易中心的名义 因为目前外贸协会在海外 大部分的台湾中心 会比较方便一点 大概是这样来 所以说这个在七月之前 就会挂牌了 目前还没有确定 哪一天要挂牌 但是我们会尽快 因为刚才讲法制都已经完成了 谈定了不需要到七月 很快就可以挂牌 你说 我们希望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因为这东西台商在等着嘛 这个了解 而且可以帮台湾促销到大陆去 这具有好处 那两岸投资保证协议 第二个 两岸投资保证协议 目前应该是可以在 第八次江中会签署 这个在我们经济会的时候呢 也确认过应该可以签署 应该可以的 那你觉得对我们台商的 在大陆的庞大的投资 两三千亿美元的投资 会有绝对保障的这个效果 对于大陆如果开路 征收土地 这些各方面的这个理赔保障 对于两岸的 目前社会所关系的 各种课题 包括所谓的P2B P2G G2G 大概在这个协议里面 都有适当的处理 这第一个报告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是说 这整个的协议 在过程里面 我们也跟台商团体 用多的讨论 那么对台商关系 人身安全也有相当的琢磨在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 也应该确认 这个协议前的以后 国际商务仲裁这一块呢 目前是它分三块 G2G P2G P2P 做法都有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性质上也不相同在那边 那这边大概都有所处理 跟我们报告一下 都已经达成协议了 应该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市地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有关那个海关合作的协议 那么因为这是财政部主管 但我个人了解 应该是进展很顺利 进展很顺利 这个对于两岸的这个打击 这个走私 这个会有帮助吗 因为我条文没有看内容 因为这财政部主管 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 有没有到这一部分 不过另外两岸今天有共打 就是共同打击犯罪 那是另外法务部主管的条文在那边 那到底是摆在哪一边 抱歉 细节我不晓得 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说两岸啊 这个两会应该互设办事处啊 现在如果说两岸只是经贸团体 互设办事处啊 跟前面的我们的这个 光光的这个设办事处 这个感觉起来就 突破性就不是很大 已经光光的已经设了办事处了嘛 对不对 是的 那现在就在经贸团体设办事处 两会设办事处 它的规模比较大 目前准备设六个 一开始准备设六个 据点比较多 光光只设一个 它散布在大陆很多地方 以后再增加 那这个办事处 对于台商纠纷的这个诉求 目前不是 它是以贸易为主 它这个促销贸易 只要是把台湾的东西带过去 以这个为主在那边 其实部长我们在这边听到很多台商的这个意见 大陆内部政策的许多改变啊 也造成台商经营问题的困难啊 这个 回到那个投保协议 我们会认真做这块 我们希望部长在这方面啊 你学到海外招商引资啊 不如像台商招商引资啊 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啊 反而更多 你可以看到 一家公司 我们随便举一家公司 高科技 它在大陆投资 今年就三亿美金 那它在台湾来投资 全中国大陆到台湾投资 过去这两三年加强还不到三亿美金 金额很低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 你应该加强在台商招商引资 把他们让他们回来 这该做的工作也是我们该加强的地方 谢谢 谢谢 谢谢